各位同學 大家好 又是星星老師和理講宗史 之前那一堂講了西州的井田制度 井田制度最主要是在孟子這本書 有些時間懷疑是否是孟子自己寫了理想的制度 是否真的有神過 所以周朝鋒的井田制度 我覺得在考評稿裏出的機會不大 就算出是一些小的分數 不是大題目 好了 秦漢的土地制度 秦朝很短 出的機會相對小 但是漢朝如果概論出土地制度 漢朝是機會比較大 好了 首先講秦朝 當然我們說漢朝比較重要 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前面究竟發生甚麼事 就不知道後面發生甚麼事 好了 秦朝的制度有一個特點 那個特點就是這個土地私有制 土地私有制 的制度就正式確定了 土地私人擁有就不是政府擁有了 那麼就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就可以私人買賣了 因為它屬於自己 好 有買賣有錢人就會兼聘土地 好 一兼聘土地 那就出現一個貧富懸殊就出現了 貧富懸殊問題 所以其實你這個發展關係 大家同學就要記住了 剛才就是土地私有 一私有就會有買賣 有買賣就有兼聘 一有兼聘就有貧富問題出現 其實原因很簡單 當你土地多的時候 你出租你的土地可以賺一筆錢 你自己耕田也可以賺一筆錢 所以你的增加財富能力就快些了 於是你多錢的話 你可以買多一些土地等等 好 那我就看回這個土地私有制的出現 的朝代就是秦朝一的情況 他行土地私有制的 秦朝皇就在三十一年的常下令 鉗手自實田 那鉗手是什麼意思呢 鉗手就是百姓的意思 百姓就是人民的意思 自實田 就是自己如實地報告自己有多少田 好了 既然是要百姓自己報告自己有多少田 那就是承認那些土地是百姓 好了 向官府就陳報土地的實數 好了 那報上來做什麼 報上來就當然是交稅 於是政府就在岸地就納稅了 那就秦統一天下之後 所有平民百姓都要申報他的土地 那其實就交稅 就是你大快些土地就交多些 那個做法 好了 秦稅徵修的準則是怎樣呢 秦統一天下之後呢 徵修田的原則是 不論耕種土地面積多少 官員只是按朝廷所記錄 即是簡單來說 你報有一百姓 你實際你沒有加一百姓 你加五十姓 另外五十姓就荒廢了 那朝廷其實是根據他的記錄 那裏的田地多少呢 來徵修這個租稅的 那這裏呢 就田地多少呢 就漏了個多字的 那大家同學就留意一下 徵修一些租稅 那就是簡單來說 你有多些土地就徵多些稅 少土地就少些稅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公平的 好了 接著第二件事 官田的運用 那就徵修除了那些人民 擁有那些自己土地的交稅之外 其實政府都是控制了不少土地的 那於是徵修就用特定的官員去管理它 那徵修將那些官田是掌賞立工者 即是用回它 之前統一中國之前的做法 就是軍公獎賞 就是用獎賞去填的 或者是授予百姓去增加這個稅收 即政府擁有它的田地 要麼就中了獎賞 要麼就分給百姓 那就分了給百姓之後 那接著就要收到稅了 好 接著 徵修土地施小制的重要性和評價 首先是第一個重點 也就是徵修的特點 就是扣立了土地施小制 用自實田的方式向朝廷申報自己擁有的土地 是鞭相承認了土地施小制 即是法土地的契渠 所以就申請了 那這樣就表示是舉纜的 土地施小制就扣立了 好 自實田是有助於完成一個戶籍制度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申報了之後呢 那就記錄了你是什麼人住在哪裡了 那就可以收到稅了 然後戶籍是看一個人的 即是有佛田在那裏 那你也要知道是這個佛田是屬於誰人 來找他拿稅收的嘛 那於是你報了就知道是誰人了 那所以就完善了那個戶籍制度了 那有效呢 就控制全國 因為全國人民理論上呢 都是在那個國家記錄裏面 好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呢 就是 就是循朝的土地施小制呢 也都會導致貧富懸殊嚴重的 那這個就不難理解啦 剛才介紹過的啦 土地施小制呢 就父老人家做兼聘土地啦 軍公者都侵奪這個土地啊 如此一來呢 就是他們這兩種人呢 都會是廣佔土地 就是拿了好多的土地啦 那就附夾一方 因為古代講我呢 有土地就是有錢啦 那就東漢的時候呢 有個人就叫做 崔實 這裡讀過實字的 你可以看回你本書的有注音的 那這個讀音呢 就是實 好了 秦始皇呢就是 掌賞拼兼之人 好了 這個趨實就批評 秦始皇掌賞拼兼之人 那就反映當時呢 土地兼聘嚴重 好了 土地兼聘呢 就令到這個貧農呢 耕地不足啦 窮那些窮那幫耕地不足啦 甚至起農民變的 那陳勝 就是沒有土地的 那是與人容耕的故農 就是簡單來說 是被請回來耕田的農民 那所以呢 就是陳勝算是一個窮人 那既然窮的緣故呢 他對朝廷累積的不滿呢 那就叛變了 那所以呢 就是這個貧富懸殊呢 是導致秦始於秦朝 亡的其中一個因素啦 好了 那就今次秦朝呢 到此為止 各位同學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